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 其实已经讲了 我相信今天 上帝不只是在这里 为了Anders 有一个崇拜聚会 差遣了Anders 去太太 还有个愿意去的 我相信其实上帝在这里 都是差遣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其实上帝 比我们的工作太多了 因为如果你在教会久一点的话 你就知道上帝比我们的大使命 是要往普天下去 全福音级万民庭 但是神将我摆在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一个很有策略性的地方 我经常都说 我们Milpitas和这里的 这两个的堂会 是我们两个福音基地 我们也希望 这两个福音基地 好像Southwest Airline那些 一个点里面 都散开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希望 看到我们可以去到 不同的地方 将神的爱和救恩 带去那些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 多一点去了解 我们将会如何开小会 如何工作呢 两点半钟 郑牧师说 我们在HUB那里举行 希望你花点时间 你来不等于 你就要去的 OK 但是起码你知多一点 明白多一点 还有大会对你的期望 你的commitment 你要卫生做什么 我们希望你能够得到 我们就知道 那你说 我根本 我真的一点感动都没有 It's okay It's okay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说 Milpitas和 Plessington的会点 我觉得是天赋 给我们比恩典 因为我们 在两个很策略性 和很快速发展的地区 这边 有这样的地方 去做工作 当一得带经知每十九五 出去之后 那去正来的事情 哪个可以做 不可以空了 可能就要大家去帮忙 不单如此 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计划 会开多一堂 广东话崇拜 因为其实我们 现在差不多坐满这里了 那些人再来的话 可能他们就觉得很逼 大家说不可以逼 开始吧 除非你不继续第一行 除此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 继续去扩展 我们那个国语的事 普通话的事 其实大家知道 always是说普通话 多过广东话人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了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有更多的帝经知每人 能够起来去支持 帮助我们去发展这个事 所以就算你不去 Tracy帮收集堂 就算你不去 South San Francisco Peninsula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地方 是预备开一个分堂的 如果你说 我不喜欢去Tracy 我喜欢去近市区多得这么多的 去South San Francisco 下个礼拜两点半钟 你下去President 不是President 下个礼拜两点半钟 你去President 我们有另外一个 南三凡市半岛区 一个直堂计划的分享会 你也可以多去聊一下 听一听 这条过条桥过去 五百零都不是很远的 OK 大家都可以去帮忙的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猜猜 Anders 也希望上帝猜猜我们每一个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好 上帝愿意去使用你 但是你愿不愿意 给上帝去使用 我们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 几节而已 十九到二十三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这里说 哪日 一个括号就是说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星期日的夜晚 门徒所作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到这话 就把手和勒庞子给他们看 门头看见主 就起落了 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猜了我 我也照样猜猜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圣经开始说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每个礼拜都有七日的第一日 都是星期日 对不对 但其实那一日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日的早上 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一日就是耶稣刚刚从死里复活 那一日 大家也记得 耶稣复活之后 首先是向摩特拉的玛尼亚 和一群妇女显现 然后就吩咐他们 回去跟门徒说 告诉他们 我从死里复活了 那麽特拉的玛尼亚很开心 很高兴 很高兴 回去跟门徒说 如果你们记得 圣经里面说 有些门徒马上跑去坟墓 看一看 真的不见到耶稣 那是一个空坟 这个坟墓是 empty 耶稣去了哪里 圣经说 约翰见到就信了 其他人 他信了 因为是 麽特拉的玛尼亚 说耶稣复活了 我们去到不见到耶稣 如果耶稣复活了 到底去哪里 所以绝大部分的门徒 听到女人跟他们说 这个消息 虽然这个坟墓是空的 但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信徒 心里面对耶稣复活的消息 是半信半疑的 为何我这样说呢 因为这帮人 并没有因为听到 耶稣从死里复活 很开心 很感激 有没有 没有 相反他们仍然很害怕 那些犹太人的领袖 去逼害他们 去攻击他们 于是全部躲在房里面 锁了门 闪得紧紧的 right? 仍然是十分的害怕 而当耶稣 忽然之间出现在当中的时候 你看六个福音 六个福音的谣写是什么 门徒 惊放害怕 为什么? 他以为看到鬼魂 不是耶稣复活了 不过耶稣鬼魂向他们显现 所以每个人都发了 很害怕 那是为什么耶稣开口说什么? 愿 你们平安 第一句话 耶稣跟他们说的就是 愿 你们平安 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害怕 耶稣来站着他们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很奇怪 然后到二十一节 耶稣又再说一次 愿你们平安 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们 其实耶稣都知道 如果他今早在这里 呼召你 你们去吹事 不去吹事就去圣马铁了 OK? 怕不怕? 可能你心里面都会有点紧张 就算不怕 为什么? 去植堂 开始一个新的工作 意味着什么? 有很多未知数 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会发生 现在你来到 所有的预想都在 有景派各样的东西 开一个新的工作 又没有地方 有什么发生 你不知道 不单如此 你去植堂意味着什么? 你要牺牲 这里的样子也有齐 那里没有这么大的视频 如果开新堂的时候 OK? 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设备 在那里的时候 你还要学习 跟人家沟通 聊天 关心那些 舞蹈的朋友 如果你有小朋友 小朋友当然要适应 这里有健身 让你走来走去 那里没有的 最多给你大房 这个意味着要牺牲 我想不想做出这样的牺牲 我愿不愿意去面对 那些 unpredictable的东西 人是不是最害怕 猜不到的东西 你才会害怕 不知道有什么发生 你才会害怕 所以其实 耶稣是知道 当你听到 church planting 植堂 开分堂 如果神被你 今天感动的时候 你很多个疑惑 好像当时的门堂说 耶稣真的复活了 搬信搬疑 而且可能有些害怕 所以我要说 耶稣第一句说 愿你们平安 是因为 祂要告诉伴侦听 你们不用怕 我不是鬼魂 不容怕 说完之后 圣经就说 祂就将自己手上 钉痕 勒旁 指给门徒 大家没有留意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圣经 耶稣第二句说话是什么 都是愿你们平安 你看看圣经里面 都是愿你们平安 然后才说 父怎样猜献我 我照样猜献你们 所以第一个平安 和第二个平安 有点不同 第一个是不疼的 我不是鬼魂 我是真的 但是第二个 愿你们平安 是after耶稣告诉他们 你看看我 我真的已经从小里复活 我真是上帝的儿子 我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是因为你有罪的缘故 被钉小着十字加上 第三天 我现在复活 面对面见到你 因为相信我的缘故 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你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你们要将一个平安的福音 去告诉其他所有人听 这个就是当时 那个的情况 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六节 你们没有的 不过里面怎么说 他说上帝是以平安 和正直与我同行 上帝是以平安和正直 与我同行 使多人回头 离开罪业 当上帝差弃我们的时候 圣经的影响他说 上帝会与我同行 他的正直与平安 与我同行 使多人的罪业 可以得到赦免 弟兄姊妹 我们所相信的 是一个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我们所相信的 是一个创造 与障密密的主宰 如果我们明白了 上帝的心意 而我们又听到又知道 上帝差弃我们的时候 有个鼓励你 真的不需要害怕 你无需恐惧 因为次平安的上帝 会与我们同去 所以第二件事 我想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的是什么 有一件事很重要 你所听到的 到底是只听回来 还是你自己有个人的经验 如果你信耶稣 但是没有信耶稣 个人的经验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都会有疑惑的 你这么说 他这样信 但是我都感觉不到 我都经历不到 我都见不到 我都看不到 圣经里说给我知道 耶稣就让门徒看到他 耶稣出现的时候 那些人以为他们是鬼魂 耶稣说不是真的 但他们都好像 不太认到耶稣 直到耶稣说 看看我手的钉 看看我腊 是否有个伤害 圣经里怎么说 耶稣把手和纳旁 只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是主了 真的是耶稣 于是就起落了 到那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 他就起落了 亲眼见到耶稣 在我们的眼前 哇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师母有一个中学同学 刚刚相信耶稣 他跟我们分开 为什么要相信耶稣 一直拖了很久 真光毕业 几十年都不说耶稣 最近就说耶稣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上帝好大恩典 他见到异象 他见到一个人 他在床边坐在那儿 握住他的手 他知道 他不是做法梦 我知道我不是法梦 我就是见到这个人 但我看不清楚是谁 我又知道 他不是我老公 他老公死了 他一直都挂念我老公 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可能不信耶稣 老公走了 是走得很难 很辛苦的 他说这个 我知道不是我老公 我又知道我不是在做梦 就是一个人 来到我床边 握住我的手 当他握住我的手的时候 一种莫名奇妙 无法解释的平安 就充满我整个生命 他忽然间在一个瞬间 意识到 He is Jesus 哇 他说不是发梦 他说真的见到一个人 是这样 这个不是第一次的 我以前有个会友 都是说 我在厨房洗洗一碗 耶稣在这儿 跟我说话 我见到 哇 我是真还是假 他说是真的 所以他去了宣教士 现在去了宣教士 去大陆做宣教士 Anyway 不是很多人 会见到耶稣 用肉体向他显现的 对不对 有没有 有 除非他说大话 但是对他来说 是so real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相信耶稣 因为那个缘故 我从前教会 会友 做了宣教士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肉眼看到 耶稣肉体向我们显现 不过 我告诉你 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 用我们的眼睛 见证到 看到 上帝和耶稣 伟大的工作 和能力 你同意牧师说吗 又我再说回一些历史 从前丹华 浸信会的弟兄姊妹 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甘愿解散教会 和会典 合并 重新开始 两句我说完了 不过 不简单 从我的角度里面来说 这带弟兄姊妹 是有一种天国的胸襟 成立了20年的教会 他愿意 dissolve and join correspondent and restart 因为这种天国的胸襟 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和能力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医道会教会 2012年 一开始我们看到教会迅速增长 三年里面就买了一个建筑 和搬进来 现在差不多坐满了 我相信丹华来的弟兄姊妹 看到了什么 有份跟我们就开始 医道会 你见到什么 上帝的恩和能力 这个不是人 可以做到的事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比达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我们所告诉你们 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灾临的事 并不是根据聂造出来 那些荒唐的传说 No 我们曾亲眼看见他的伟大 汇点人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过上帝的伟大 有没有 Amen 我相信我们很多汇点人 都经历过若白所经历的 创似我们风文有理 但是现在呢 亲眼看见你 Amen 感谢赞美上帝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看不到上帝的人是怎么样 上帝是灵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 神的伟大 透过我们 显露出来 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Tracy和South Peninsula 那个新工作都一样 弟兄姊妹 我刚刚上个礼拜 教牧童公开 我们的Planning Retreat 上一个礼拜 我们当然要说这些东西 Planning Retreat当然要做Planning 当我们在想 明年有什么要做 去两个分堂 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是紧张的 我们在那里有震撼的 为什么呢 一年开两个分堂 哪里去找人 人力的资源 物质上的资源 Can we do it? Can we do it? 我们问这些问题 我们不是那种麻木 去吧 去吧 不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回头 我们看到 上帝已经感动了一帮弟兄姊妹 在Tracy 我们看到她感动了 刚刚不想我再重复了 几个家庭开始了一个工作 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小组 没有想着要开分堂 是不是 在South Peninsula 现在他们在Milbury 这一间教会就在聚别 同样的事情 想着开一个小组 没有想着要开分堂 但是当我们开始了之后 神祝福他们的机会 祝福他们 越来越多的姊妹 加入他们的团队 而我们发觉原来在这两个地方 都有很多全会任的机会 再当做 然后当我们去 和弟兄姊妹分享 我们有机会 可能在Tracy 或者在南三分野半岛 开分堂 大家记得吗 我们上两个月 一个月我们筹了十几万 作为他们的开创基金 A month 我们本来十万的 结果我们结束十六万 就是为了要开始这两个机会 当然十六万是很少钱的 乱声就没了 不过 We have a good beginning Just one month 这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工作 而且到最近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很多新朋友 一些愿意卫生的基督徒 开始投入加入他们的 侍奉那个团队 我们都这样就赞给主 CEO小组 即是Sie Mattel那边 上一年 已经他们自己筹备 有自己的报导会 而我们每次彼得特典姊妹 去帮忙 而Tracy 今年十一月 今年不是后年 今年十一月 现在正在筹划 我们会在上面 多开一个音乐 报导聚会 弟兄姊妹 我讲这些给大家听 我希望大家看到 上帝已经开始在做工 上帝正在动 我们要跟着上帝去走 这条道路 如果大家想亲身 如果你说 我不是太多信用的经历 如果你想亲身经历到 上帝那种的恩典和能力 是多么exciting的话 我鼓励你鼓起勇气 投身在教会这些工作当中 无论是Tracy也好 食物费也好 现在我们教会 在这里也要扩展 你每一次回来 你看到周围有多少新屋 还在建设 多少家庭 你还要搬进来 而我们在这里 已经立下了一个基础 我们有很多机会 很多发展的空间 明年我们会收回 Saffir Kit 我们有很多地方 给我们用 好吗 你如何缓入整个地方 我们绝对有这样的机会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把握这个机会 弟兄姊妹 所以我希望神今天跟你说话 希望你能够听到神跟你说 其实我想用你 无论你说你自己行不行 是你肯不肯让我去使用 大家说 福祉上帝有时候都很紧张 很害怕 但是不需要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 耶稣应许赐给你圣灵 圣灵会指引你 和帮助你走当行的道路 21节那里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父 怎样猜遣了我 我也怎样猜遣你们 说了者说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OK 这个耶稣是一个门徒的差遣离 OK 7月1日 就是耶稣刚刚升天那一日 一复活 第一次见到大班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不是单单十二个门徒 因为其实就是父女 他告诉他 整班罪名在那里 不要以为只能守一个 No 他们说到 在房间里面聚集的 躲起的那班门徒 上帝给他们一个差遣离 偷过耶稣 就像刚才 我们今天猜遣 Brother Anders 一样 但是我们留意到 他是什么呢 耶稣不是只是 给他们一个命令 给他们的任务 这么简单 耶稣跟着就说 向他们吹一口气 是什么意思 让他们能够有圣灵居充 有圣灵住在他们生命里面 让他们能够拥有新的生命 有能力去做耶稣 吩咐他们所做的事 大家记得 我说了几次 那天是七日第二日 耶稣快复活的第一天 耶稣那个福音 要complete 没有了复活是不complete的 大家知道吗 就算当时的门徒也好 耶稣死了 很惨 我们 元旦就元旦 以为这个是救主 耶稣不复活 保罗说 耶稣若不复活 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 right 而我们叫人信耶稣 今天是不是 叫人信什么 叫人信耶稣 叫人信什么 相信耶稣 是上等的儿子 相信耶稣是救主 相信耶稣替人的罪 被钉死 就立刻上 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有得救 和永生的盼望 还有呢 我们相信耶稣会回来 让我们有新天新地 所以圣经里面说 你若口里应该收益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才是得救 你只相信是救主 但不相信是复活 你的救恩还没完整 还没完全 那个关系在哪里呢 大家记得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是向那些用泥土 造成的人 吹一口气 对吗 他在世纪是不是这么说 于是亚当 就成为一个 有灵魂的活人 现在耶稣从水里复活的 第一件事 向门徒吹一口气 你们受圣灵 这帮门徒就成为一个有 圣灵居冲的新人 所以那个林德后书就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一个新族的人 怎样新化 外面都没有变样 仍然是那把声 但有圣灵在他里面 让他成为一个 属灵的新人 然后他记得起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吹一口气 他成为有灵魂的活人 然后有工作 叫他管理天上的鱼海中的料 所有其他被造之物 但是人因为犯罪的缘故 没有了这个能力 现在上帝向门徒吹一口气 将圣灵 叫他们受圣灵 让他成为圣灵居中的新人 那个工作再不是去管理这个大地 那个工作是要告诉人 原来人是可以跟上帝和好的 人的罪可以得赦免的 人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人可以期待着 耶稣基督回来那天 以公平公义 去管理这个大地 在一个时间没有眼泪 没有死亡 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不要只是传得救的福音 不要只是传救属的福音 得救之后 我们大家就躲在教会享受 等上天堂 No 我们是等天国的降临 我们是等新天新的来到的时候 全世界跟随耶稣 相信耶稣的人 都能够活在幸福当中 所以耶稣去门徒吹一口气的意思是 相当的重大 人在信耶稣之前 圣灵可不可以来人生命里面 可以的 圣灵仍然可以 人的心里面动光感动 人追求认识上帝 但是不会永远住在人的生命里面 但是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復活 透过耶稣向人出口气 赐给我们的圣灵之后 圣灵就会永远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虽然你仍然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 虽然你仍然可以不理圣灵 去批准你做任何的事 但是圣灵 当你信耶稣不杀了 除非你是假信 你真心信主的话 圣灵住在你生命当中 就成为你得救的凭据 这个是《耶稣所说》里面所说的 而当圣灵住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会赐给你因此能力去完成神的工作 感谢赞美主 所以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今天要记住 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话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 一个伟大的使命 就是将这个与人与神和好那种的福音 向全世界的人去传往 但是与此同时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上帝不只是叫我们去做 与此同时 他将圣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能够有能力 完成工作 满秦节的光临 是门徒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的能力充满 一种彰显的一个情况 所以能够讲万国的方言 可以医病赶鬼像耶稣一样 帮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只是当日的仕途 You and I can do the same thing 只要有需要 神肯用我们的时候 我同样有这样的力量 当你知道原来 我们只要让圣灵长官 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带我们去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抓住圣灵 我们只能够真是无所不能 你知道吗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耶稣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你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耶稣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怀疑呢 这两句话 先简单来说 耶稣的意思就是 去救救他们 去救人 Do something Save them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只有上帝才有赦免人罪的各种权命 所以我们一看来的时候 好像不是很合理 现在上帝将权命给我们 你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 你不赦免谁的罪就不赦免 No 这是翻译圣经 如果我们看希列文 圣经那个翻译是什么呢 罪得到你们赦免的那些人 他们早已经得到我赦免了 听到这个意思吗 得不到你们赦免的那些人 他们原本就是未得赦免的人 这个是希列文 直译的时候 是这样的意思 人是没有那个赦免的权兵 这个赦免的权兵 是指上帝才要拥有的 但是我们人 不知道上帝要赦免哪些人 要不赦免哪些人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是上帝的权免 所以你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总之见到人就说 见到人就传 直到世界的每一局的角落里面 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人 感谢赞免上帝 但是那些不肯相信那些 我们都要尽力而为 因为你不知道他几个时候 是不是真的不相信呢 我们就要为那些人狠切向上帝 求联敏为他们祷告 主权在上帝那里 不过刚才这段圣经 耶稣特别猜起门台传福音 这个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必须肯定 你必须掌握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上帝真的不愿有一人沉淪 那是愿有人悔改 虽然主权在那里 其实上帝的心 特别要猜遣门徒去 其实不是只是门徒 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人 你都要传福音给万民听 大家没有留意到 上帝将这件事变成 你和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那个人生目的 Do you get it? 这个就重要了 你就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人世上很多人觉得 没什么意思的 原来你人生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是在乎你能够用你的生命 去触动其他人的生命 看到人生命的改变 你的生活就会觉得很精彩 圣经不是这样说吗 凡呼求主名的 必定得救 可是 他们没有信 怎能呼求他呢 没有听 怎能信呢 没有传 怎能听呢 没有奉差派 怎能传呢 正像圣经所说 全福音的人 他们的脚中 多么 皆味 圣经说得很清楚 不需要我解释 对吗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星期五我和师母 忘了一阵日 各有各忙 很多辅导 开会 我们刚刚去完退休会 回来很多要训练 九点钟回到教会 第一个训练 一直到四五点钟 我顶不上要回家 一直在车上 才发觉 原来师母 晚上还要约了一个姊妹 要聊天 太累了 师母说 不要了 我也是约了一个时间 于是约了 禁止了那个训练 就快回到家 忽然之间 看了一个短讯 为什么看不到她的短讯 是不是迟了送礼 还是怎样 这个短讯是 告诉我们 有一个姊妹的妈妈 93岁 刚刚进了二位训练 情况很危急 等着我告诉你 我们肉体极不愿意 但是圣灵不断在这儿吹逼 所以我们特别 还没走回家 都要掉头 跑去医院里面 去探望这个93岁的婆婆 我们知道她还没信耶稣 那个人很还紧 很固执 小孩跟她说 很多次福音都不肯信主 牧师你试一下吧 师母你试一下吧 你们这么有经验 那我们就试一下吧 是吗 说完之后 这位婆婆的头脑相当清晰 虽然躺在这里没有力量 牧师 让我回去想想 让我回去想想 就是很nice 然后突然间很不舒服 不是装的 是真的不舒服 然后我连祈祷的机会都没有 那我们就要离开了 我和师母其实希望把握每个机会 向那些未信主的人全福音 有时我们感觉到有时我们感觉不到 有时我们感觉到有时我们感觉不到 很多人 是很多人 我说是很多人 是不知不觉地离开世界 而其中有很多很多人 将会进入永恒的黑暗里面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告诉我们每年有五千六百万人死 每一年 for different reasons 每一年五千六百万人离开世界 平均每一天有十五万三千人 正如我所说 里面很多人如果不信耶稣 将会失落在永恒的黑暗当中 我听到这些数据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不认识这些人 和他们没有关系 又没有感情 我又不是见到他们 如果见到他们正在死 我可能会有些连述的心 不过我又见不到 哪个数字我 没什么意思 Yeah, I know, I know 那看你周围你认识那些人 好吗? 看你周围你认识那些 甚至跟你有关系那些 你知道你还没信耶稣 你对他们的永生 有没有莫不关心 Do nothing 大家都知道我生活在美国 是相当好的国家 对吗? 我说物质生活 我说物质生活 因为就算美国有这么发达的国家 你知道吗? 他说在美国每一年 有四万五千人自杀死 每一年 在美国 有四万五千人自杀死 即是每日123人 而每一个自杀成功的国外里面 是代表着有25个人 另外尝试自杀 不过不成功 被救了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每一个死的人里面 代表着有25个尝试自杀 一个死不去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死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自杀呢? 听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觉得生活很无聊 很无意思 不知道为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不知为何而生日 不知为何而活 很多人生活在无奈当中 生活在绝望当中 不过有些人怕死不敢自杀 找不到出路 今天你在这里聚会 你敬拜上帝 我承认你是基督徒 当中有很多朋友 你们好好想想 不过我承认你信主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只是为了上天堂 或者让自己在世界上 生活的时候 有个依靠 Let me tell you 你的生活仍然可以很无聊 你的人生仍然可以很无价值 很无意思 除非你愿意学习去承担上帝 给你的那个任务 他传福音及万民听 透过与上帝同工 见证人生命被神改变 触动 完全不一样 当你亲眼能够见证 人生命可以原来真的被改变 180度 今天有一个好好的例子 Anderson 信耶稣五年 大家知道吗 信耶稣五年 但是生命180度的转变 谁能够做这些东西 爹地妈妈做不做到 对不起 秦太太在这里 I'm sorry 你很想做不然做不到 但是上帝 做得做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的生命就有价值有意思 你就觉得我能够有份参与 哇 what a blessing Do you need this blessing? 要不要? 要就祈祷 天父上帝 有人说要 那个不是很多人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祈求这个灵 在我们的心 为罪 为疑 为审判 让我们看到我们 多么软弱 多么自私 只是为自己而活 只是为自己的救恩开心 天父上帝 祈求你联盟 我们经常说 希望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不是只希望平平稳稳 打在这儿等死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世的每一天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求你将你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 无论去Tracy 去Simattel 或者留在这里 继续帮助发展这个工作 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 和你同共 经历你的实在 如果我再有些舞蹈的朋友 你还没信耶稣 我告诉你耶稣是真的 虽然是眼不能见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救主 每一个人相信他的人 生命都可以被转化 如果你愿信主的话 有没有人要信主 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 Today may be the day 可不可以举举手 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去举手 从来没有决志过的 有没有 但是今天上帝跟你说话 你感受到上帝是真实的 你有没有信耶稣 没有决志过的 有没有人 或者要受浸 我们七号浸礼 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的话举他手 举他手让我们知道 我们为了祈祷 做上帝的儿女好得无比 有没有这样的人 从来未表示过信耶稣 但是今天你愿意的 有没有 我要祈祷的了 我不会等的 Anyone 扶紧这个机会 是不是各位信主了 OK 感谢赞美主 天保上帝 多谢你在我们当中 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 多谢你透过诗歌 透过我们的祷告 透过牧师的信息 和我们说话 让我们不单的听得明白 让我们晓得 如何去回应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